《临身见路》是一部都市情感剧,该剧一开播便人气拉满,掀起了一股全民追剧的热潮。 《临身见路》主要讲述了性格迥异的三对夫妻在面对事业与爱情,婚姻与自我中,做出不同抉择的故事。 在剧中,晋东饰演的林少涛,贾宽饰演的贾宽,以及曹磊饰演的周一鸣都魅力十足,为《临身见路》提供了很多有趣的看点。 虽然三位男主平常老是互损,但是在关键时刻,他们却重情重义,帮助彼此一起度过了劫难。 那么,性格迥异的三位男主最终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呢? 对于林少涛而言,他最想做的无非就是两件事,一件事是重新追回简爱,另一件事是在VG实现自己的理想。 于是,林少涛便答应他的师父了重回VG。 而简爱也在刘应霞的推荐下,阴差阳错和林少涛进入了同一家公司。 虽然林少涛能力出众,思想活跃,看似通透,但是他太过重情,很难在VG顺利推行自己的改革计划。 再加上林少涛的师父程甫深沉,他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,简直就是难上加难。 不过幸运的是,在改革路上,林少涛凭借着自己的实力,再次得到了简爱的高度认可。 最终,简爱陪伴着林少涛一起重新找回了爱情的真谛。 因此,林少涛最终和简爱复婚了。 与此同时,林少涛凭借着自己的实力,成功去除了VG的不良风气。 只可惜,最后安迪还是抢走了林少涛的功劳,也算是有舍有得。 而贾宽是三位男主中情商和智商都欠佳的男子,因此林少涛和刘应霞都在想方设法帮助贾宽脱离困境。 不过,贾宽虽能力出众,但很有自知之明,他不愿自己成为妻子和兄弟的累赘,便开始主动改变自己。 最终,贾宽成功保住了自己的职位。 与此同时,刘应霞也开始心疼贾宽的付出,积极尝试备孕。 最后,刘应霞给贾宽生了个大胖小子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 与贾宽相比,周一鸣的结局太过悲惨。 虽然周一鸣帅气多金,一表人才,但是他太过霸道,根本不尊重张亚慧的个人意愿。 周一鸣自以为用钱帮助张亚慧扫除一切障碍,就可以让张亚慧更加依恋自己。 结果,张亚慧却因为周一鸣的霸道和自私,提出了分手。 张亚慧与周一鸣分手后,公司也陷入了困境,甚至差点破产。 还好有林少涛的帮助,周一鸣才渡过了难关。 而张亚慧离开林少涛后,事业上变得蒸蒸日上。 最后,两人都在最好的时刻,再次重逢。 尽管两人依旧相爱,但是毕竟出现过裂痕,两人最后只能选择祝福对方。 尽管两人依旧相爱,但是毕竟出现过裂痕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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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尽管两人依旧相爱,但是毕竟出现过裂痕。